轉化期泰河停車場在民國八十二年購用 當時是因為停車在這裡不用錢 大部分停車家讓登記占用 讓很多真的需要停車的民眾非常不滿 而且現在使用的人戶籍這個觀念是越來越勝出 所以轉化期公司 確定泰河停車場開始要收錢囉 經過總社主動化停館設備料 29號開始企業 並且開放附近民眾登記登記來作用 鄉親是當內擔台登記登記作用停車家 幾個月外租費是一千五百塊 近很多民眾搞定登記作用 很難找停車位啊 就是地方家很難找 你們家裡是東域的 我本來有車位 但是我兒子 因為我兒子家從台北回來 他沒有地方停 那你覺得說這個收費一個月多少錢 現在是一千五啊 一千五那你覺得 現在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當然如果能夠越低是越好 近年來總化期不斷推動公佑路 停車到主動化管理 六少爺上今晚 去年還有很多人提供 讓行用商店中 全公佈做停車場主動化管理 更加上路邊車給收費 每年可以為中華市 帶來寄給三千萬的修理 今天是我們泰和停車場 啟用就是重新改頭換面 作為收費停車場 我們今天是試營運 也看到現場已經有人在排隊登記 那就是长期要住用的车主 泰尔停车场它八十几年在夜前市长的时候 就已经开辟完成 但是它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慢慢的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 要收费或者是说使用者的费用是来自于停车者 就是这样子的规划环境 也让我们说改善了一个环境 也不会让车主长期的占用 第二个也可以增加市库 因为慢慢的像我们有些的停车场 第一第二还有民权 华阳然后金马 然后轮品 然后这些的停车场 他们收费的状况都非常的好 表示民众都能够接受 尤其我们现在的路外停车场 路边停车 那个状况也非常的好 民众的感觉也都会反应良好 表示说使用者付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民众都能够接受 改善后的太和停车场提供八十的停车位 临时收费是每点钱二十块 为做车位每个月一千五百块 所有的民众都能够起工所供用素颜色来作用 新中华新闻 内边红中华才红包 得 中华新闻都能够起工所供用素颜色来作用 大戏 男后华新闻都能够起工所供用素颜色来作用 使用素颜色来作用素颜色来作用素颜色来作用風景